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枫叶厨艺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素材叫干边四季豆 当然四季豆,我们把它两边掐掉,然后洗干净 因为它很短,我就不给它掰开了 然后用到的料,干辣椒十个,大料瓣若干 一克的四川麻椒,葱姜蒜十两 好,现在把四季豆先去焯一下水 准备了几个新鲜的香菇,同样把它焯一下水,然后把它切成丝 好,大火把水烧开 放一点点油 一点盐 然后我们要焯到三到四分钟 好,现在焯了 大概三分钟,现在可以捞出来了 捞出来不用过凉水,直接放在盘子里 好,我们借着这个鱼热,把这个新鲜的香菇炒一下 好,现在可以捞出来 好,豆角还有蘑菇炒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炒 锅里倒些油 三勺可以了 好,把所有的料都放进去 好,现在炒出香味吧 现在把香菇放进去 香菇我们也焯过水而已 就是也是把水器炒出来 基本上它也是熟的 好,现在可以调料 放一勺素食海鲜酱 再用香菇炒 少许盐 好您看现在 已经没有汤汁 可以出锅了 关火 撑盘 OK 您看着这一盘干煸四季豆 再加上一碗米饭 一定是十一大增 颜色鲜绿 鲜香微辣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关注我 我是枫叶 下次再见 Good Appetit 拜拜